是真的有達到 201的銷售額嗎 對 就是我講真的 也很多人不相信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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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把妹說到做到 真的送上3000瓶 波金燕窩家園蛋白 以為會粉絲啦 聽說啦 半夜就有人來排隊 然後我就聽到 覺得有點心疼 然後後來我就跟 豪哥決定說 我們就加碼到 欸 豪哥幾分 加碼都比較壞 是真的有達到 201的銷售額嗎 對 就是我講真的 也很多人不相信 因為這是真的 謝謝破版的 天后把妹為了 慶祝業績 達到兩天普朗一的目標 全在板橋大圓板 舉辦粉絲回饋見面會 現場吸引1500名 粉絲到場支持 讓她超級驚喜 最最多妹曾表示 兩天普朗一的業績 停停就好 以及外界質疑 請到現場熱鬧盛況 想必謠言不攻自破 就在直播上有答應粉絲說 第一場我就答應他們 如果這一次活動有破兩億的話 那我就舉辦一個 回饋的一個見面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辦了這一場 發放3000瓶免費的 膠原蛋白 我是真的滿緊張的 而且我超怕 因為我去年的時候 也有舉辦類似的活動 可能來到現場 只有大概一兩百人 對 然後這一次來到說 有1500人我真的有嚇到 這次雙11的目標 每一次目標都是豪哥給我訂的 那這次豪哥也非常的手下不留情 也給我訂了4億的目標 我有嚇到 今年13年 往常都是大概播兩場 那這一次就是有播比較多場 大概播到四場 其實大家都說這個數字很誇張 可是我自己可能 身在當下我其實沒有那個感覺 然後很多人都說到底是什麼秘訣 我覺得就是多年來的經營 然後跟品牌的用心 還有我們的售後服 除了睡覺的時間以外 我真的是長時間都在跟粉絲互動 都在回訊息 就是解決他們商品售後的問題 他們可以找得到我比較安心 我覺得就是多年累積下來的 朋友是正常評價都有用 然後為什麼才帶一些 喔 酸民是不是 其實講真的一開始 幾年前是真的滿在意的 但是現在我會認為就是說 喜歡你的人也有 不喜歡你的人也有 如果說 我一直去在意那些不喜歡我的人 然後對我的商品 有很多一些負面的評價 我覺得我反而會心情不好 但我現在就覺得是想通了 就是一個產品 它不見得適合每一個人 自己要想的就是 開闊一點 電商競爭機 電商有66妹 不好意思這個問題有沒有 哇 我做回答 沒關係我回答他 好 謝謝 我覺得是不同領域啦 他在他的領域就真的是 Top 1 但我在我的領域我也覺得 我也滿不錯 其實我這樣跟我的東西 都是收拾的這幾個 我就是人來瘋啊 我就是人來瘋 我只要第一個小時有破譯 我後面就瘋了 商十一貢物節 絕對是年終歲末 最殺的一檔活動 所以大家一定要準時收看 我們來看